这个健康少数小三啊 这个关于运动啊 生命在运动没错 但是呢运动也要适量 这个不能过度运动啊 说句实话 大家看这些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啊 往往逼不长手 对吧 所以说呢 过度损耗是不对的啊 所以运动要适量 要量力而为 比如说呢步行啊 这个步行 有人追求一天走什么 三万步两万步什么多少步的啊 或者跑多少公里啊 这个其实对于你的寿命没有帮助啊 这个大概大概啊 一天步行 作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啊 一天步行一万两千步 就极限了啊 再多的话对你没啥帮助啊 实话实说了 这个 所以说呢 我觉得啊 假如为了这个 养生常数的目的 日行八千步 就不错了啊 八千一万步啊 再多没什么用处啊 而且有可能呢 损耗你的膝盖 损耗你的身体 这个 有些人呢 跑步 这个上瘾啊 为什么呢 跑步分泌 都把胺呀 是吧 适度运动 可以 适度运动 可以长手 假说您呢 呃 呃 要走路的话 日行一万步就够了啊 撑死了一万一万二 再多啊 可能反而是 呃 没啥好处啊 这 应该这样讲啊 这个 凡事适度吧 嗯 适度运动 是长寿的 一个非常 重要的 因素